這個美國說現在在發展超級炮 超級炮 那到底超級炮的威力是怎樣 它的真正目標是誰 等一下我們請明杰 我們來看一下VCR 美中南海紛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美國最近還打算研發新的炮兵武器 射程高達1600公里 能夠從四倍台灣強度以外的距離 攻擊南海地區的中國軍艦甚至極力 早年被美軍放棄 現在又回頭進行研發 能打1600公里的新型炮究竟有多驚人 從地圖上來看 美軍在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都有駐軍 如果新型炮部署在這些地區 整個南海都將在美軍炮兵的 攻擊範圍之下 但尷尬的是 即使是美軍最新型M982 升艦導武炮彈 射程也不過48公里 實驗階段的電子炮 最大射程也才1200公里 1600公里的新型炮 該如何研發耐人尋味 美軍揚言放大炮 號稱是要捍衛南海地區 國際公海的航行權力 上週兩艘美軍船艦穿越台灣海峽 美軍將來表示 就是基於相同理由 倘若有國際海運上的中國軍事存在 都是美國新型炮的加強敵 不只南海 台海勢必也更加在於密布 好來 那請大家看 這是美國陸軍部長艾斯伯他說的 他說美國陸軍正在持續研發一種 射程遠達1000英里 也就是大概1600公里的陸基超級大炮 可能以企圖拒止美國海軍 進入南海的中國海軍艦艇為假想敵 攻擊中國在南海島礁上構築的軍事基地 那中國是說 沒有啦 沒有啦 那是甚麼 那個就是為了規避 這個中程飛彈條約 所做的反艦中程彈道飛彈 那我請教一下明傑兄 你怎麼看 我們剛剛談到華為一連續下來 就是說針對不管是美中的貿易戰也好 或者美國自己本身國家安全的利益也好 那美國陸續出招 那軍事是硬了一手 他已經擺在後面做支撐了 那其實這一兩年來 雙方不斷的喊話 那軍事 解放軍也不斷的釋出他的所謂的 這個展現他的軍事肌肉 那美國事實上我們看到有很多的新武器 最近也不斷的在講說他要開始做研發 要跟上腳步 因為我們感覺美國過去幾年好像似乎睡著了 他不是實力不好 他只是就肚子了 結果趁這個機會 中國就開始四處掠奪這樣子 所以他現在醒了 醒了之後有些東西 我們坦白講 軍事上解放軍這幾年他發展得很快 但不代表美軍不行 他只是暫緩 他現在加緊腳步 那談到所謂的這一個超級大怕 我必須這樣講 就是說他到底什麼樣子 未來能不能做成 目前是一個問號 以現有的 因為我們簡單從火炮的原理來講 為什麼要去做這個超級大炮 事實上美軍有沒有射程 譬如說他這上面講說打1000英里 1600公里的這樣的一個武器 有 事實上他有空射也有海射的 巡弋飛彈像空射的 AGM-86巡弋飛彈 海射的像我們知道的戰斧巡弋飛彈 都是1500公里以上 那已經有這樣的飛彈 為什麼還要去發展一個所謂的長城 Super gun這樣的一個超級大炮 我先講歷史上過去 美國來講他發展過 射程可以打比較遠的 算是巨炮 巨炮像那時候美國的這個所謂戰艦型 艾爾華號他上頭有一個 大概差不多406公里MM 公里口徑已經很大了 406就是差不多40公分 那個已經算是巨炮 40公分的砲槓 對 那已經巨炮了 那這樣的巨炮事實上 他只能打40公里 這樣的威力就這樣子而已 那現在他要用傳統的火炮 不是飛彈 傳統火炮要如何打到1600公里 這個的確是一個難題 因為過去歷史上有一個 這個很特殊的案例 有一個加拿大的火炮怪人 火炮奇解 他叫布爾博士 他在歷史上很有名 他就是歷史上第一個 把這種巨型遠距的火炮 要把它實現的一個工程師 那這個工程師後來 他到世界各國推銷 沒有人認為他是坐得成 那結果後來誰資助他 伊拉克的海山 海山資助他 然後給他錢給他資金 搞了十幾年 後來在1990年的時候 弄了一個雛形出來 他本來他有一個 他這個在歷史上很有名 叫巴比倫大炮 他的構想本來是怎麼樣 這巴比倫大炮很大 他的口徑我們剛剛講 像那艾爾華號是406公里 他這個巴比倫大炮的口徑 將近1000公里 巨炮 100公分耶 炮管長150公尺 所以他是對著上頭打的 有那麼長的炮管啊 對 這是他的構想 後來沒有實際做出來 他有一個雛形 然後他的重多重呢 2000噸 光一個炮2000噸 大概動都沒辦法動 拖都拖不動 一個炮彈600公斤 那他這樣的一個巨型的炮彈 他的目標是打1000公里 對 這樣的一個巨炮 也才能打1000公里 那以陸軍 這美國陸軍這次提的要打1600 那必須勢必要有新的科技成分在裡面 對 那只是說歷史上有這麼多的潛力 就這樣科技上的技術 以目前來講 要有傳統火炮來說是不容易 那未來可能譬如說 如果加上電磁軌道的話 有沒有可能 但是現在的電磁軌道炮的發展 還是有它的極限 美軍我們知道前一陣子 我們有談過說 它的HVP炮彈 這個超高速炮彈 它是用電磁軌道炮的原理 但是它的射程 事實上也不過100公里 它的射速比較快 它的動能比較強 所以你同樣要打到1600公里 還是有一段距離 那所以我們整個下來就是說 美軍為什麼要提這個構想 然後又提到南海 其實這很有意思 我們從美軍的軍中文化去看 這幾年 這兩年開始 美軍內部當然也很多的箭頭 矛頭是指向解放軍 它的發展 不管是在台海 台海我們看到 上個星期不是才這個神盾艦 才又經過第四度的經過台海 那個動作 我剛好跟我們軍方高層 有在談這個事情 他們的解讀是認為說 這剛好是在中美貿易戰的前夕 基本上也是作為一個施壓的籌碼 基本上反正這些動作 就是要你習近平退讓 就這麼簡單 那因為軍事上是很難分勝負的 除非我開火 我直接跟你幹 才知道誰輸贏 但是中美貿易戰這個東西 是可以第一步先來比勝負 我把所有籌碼全部堆上去 受不了你退步 我第一局就先贏 先贏就後頭就比較順利 那軍事上的這個東西就是說 像包含神盾艦 包含這武器的開發 這次又講說指向南海 這個當然回到剛才也談到過 美軍為什麼還要開發這樣的武器 它空中有海上有這樣的巡弋飛彈 有飛彈可以打那麼遠 為什麼還要火炮 為什麼還要火炮 這個剛好跟美軍的軍中文化有關 因為海軍跟空軍 這幾年都發展很多裝備 要譬如說在台海用 在南海用 唯獨陸軍最可憐 因為陸軍它事實上只有傳統火炮 它射程大概只有最多100公里 我們剛剛談的 事實上它沒有什麼機會 獲得預算跟參與這樣的一個戰爭 所以它等於說 美國陸軍部長去提這個 有一個味道 輸人不輸定的意思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過去美蘇雙方簽一個 叫我們剛剛談到 中程反導條約 前一陣子川普也在嗆 你中國要嘛你就加入 不然我美國要退出 美國因為受到這個限制 所以它過去 它中間剛好有一個空窗 是沒有發展的 譬如說它有500公里以下的 戰術型的彈道飛彈 300公里的射程 但是然後也有5500公里以上的 長程的洲際彈道飛彈 它都有 唯獨是500到5500 這樣中距離的沒有 結果因為這樣的一個空隙 導致解放軍這幾年不斷的發展 因為解放軍沒有在這個條約的限制裡面 所以這未來它有它的這個戰略考量 那當然這也是跟解放軍在打心理戰 我看小英總統在幾天前有去視察飛彈基地 有說我們要加速生產飛彈 為什麼要加速 事實上我們飛彈 我們都知道雄山跟天空三行技術都成熟了 那我要強調就是說 好東西性能好的一定是大量生產 性能不好的 我們去檢視你看解放軍很多武器 以後要講得很強很強 造出來飛彈沒幾沒 另外美國的海軍上將今天這樣講 因為日前美軍叫做麥坎貝爾號驅逐艦 還有迪爾號補給艦 在1月24在台灣海峽航行 那今天這個美國海軍上將叫李查森 在華府的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的這個對談活動 中國媒體問他 美國海軍會不會派一艘航空母艦通過台灣海峽 李查森的回答是 不會去討論未來可能的行動 但他強調台灣海峽是國際海域 沒有什麼含含不清的問題 所以沒有什麼可擔憂的地方 他說國際水域 任何可以在國際水域的船艦 都可以在這些水域航行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鄭兄 這樣說話中國聽到嗎 中國聽到嗎 但是不爽又不可以亂說 中國聽到我如果聽到沒有這什麼意思 簡單講就是說兩個嘛 第一個 美國就基本上擺出那個態勢 我除了貿易戰之外我在台海我在南海 我的正式就是這樣子 我沒有跟你這個善聊的 我們這個長期的對抗是要持續下去的 那台海他強調叫做國際海域 這不是你中國的內海 也就是說其實從台灣海峽 從Richardson的定位來看 其實他跟你說 說基本上台灣是一個主權主義的國家 那你跟中國之間 它那個海域是不重疊的 是不一樣的 不是你中國的內海 這個航行的自由 美國有權利航行自由 美國也有權利保護這個航行的自由 跟南海的問題是一樣的 這跟中國的立場是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中國外交部跳出來說 沒有我們這個台海是長傳統以來 這個台灣海峽是中國的海域 然後我們是允許各個國家 借到這個海域當中 來行使它的航行 然後尊重它的自由 這概念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這個對於兩岸的定位 對於台海的定位 其實你會看到美台之間 越來越接近 然後越來越形成一個聖志上的交集 這是跟中國來說壓力很大 他說台灣海峽是他的海域 也說台灣自古以來是他的一部分 他也說南海自古以來是他的部分 真敢說 我們怎麼可以說中國自古以來 就台灣的一部分 你怎麼不 他本來就這樣 我們中華民國 以前就這樣講的 以前這樣 然後 所以理查申說 派遣航空母艦航行台灣海峽 仍然是美軍的選擇之一 換句話說他不會說不 我再請教一下明傑兄 因為日本跟韓國現在鬧得很兇 那個名詞叫做什麼 叫做韓國的軍艦 用射控雷達鎖定日本的巡邏機 兩國現在對抗起來 什麼叫做 為什麼日本反應這麼激烈 叫射控雷達鎖定 用射控雷達 簡單來講準備開火 準備開火 準備開火 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一般的船艦上面的雷達 大概分兩種 平時在用叫搜索雷達 搜索雷達是一天二十四小時 三百六十四度一直轉 它有對海有對空的 那搜索雷達它的目的是要發現 疑似 譬如說敵艦這樣的行動 或空中的敵機 所以它會不斷地旋轉 不斷地搜索 那現在先進的ISR雷達不旋轉 直接放射出去 那它的範圍會比較遠 那範圍比較遠 有時候因為它要多目標的搜索 所以它的雷達的這個 叫精度會比較粗糙 但正常來講 在海上一定搜索雷達會開 但是碰到所謂的射控雷達 射控雷達事實上叫火控雷達 Fire Control 這個它等於講到火控 就聽起來就是要發火 就是用到這個射控雷達的時候 是什麼情況 就是說我在搜索雷達 我發現一個疑似敵方的目標 然後我了解它的動向 我對它覺得說 準備要攻擊它的時候 我的射控雷達才會開 譬如說我現在要打這個鄭大哥 本來我是這樣繞繞繞 發現這裡有這麼多來賓 但是只有鄭大哥有敵意 他可能會對我有敵意 我要攻擊他 我非它要準備 一直對你都有敵意 然後我就會特別 感覺那是北韓 特別關照你 不斷的照 為什麼 因為它要跟蹤你的目標 我的飛彈準備要啟動 它下一步就是開火了 所以為什麼這次日本這麼火 譬如說 這次就是講說 日本這一架P1 在附近 飛太低 韓國說說你飛太低 對日本說它並沒有 雙方各質一詞 那韓國就是基本上它這一次 所謂的射控雷達我們看到 所謂的搜索雷達通常會比較高 對海或對空上面會有搜索雷達 這一個叫做它的火控雷達 叫做這個STIR-180這個火控雷達 它是大概在這個位置 等於說用這個雷達 不斷的去照射它 那韓國說沒有啊 我這個雷達根本沒有開 但是它有證實 它有一個對空的雷達 叫MW-08型的有開 另外一個對海的搜索雷達 它沒有提 但是它強調這個雷達我沒有開 但是它錄到了18秒 就是用這個雷達波 轉換成這個音波的這個音訊 公開給大家 就是說我持續被它照明了好幾次 然後長達18秒時間 基本上它 這都是有證據的 對有證據 它準備就是要開火 那我是日本的這個 你說反潛機是不是 對反潛機 那我被韓國這個鎖定準備開火了 我知道嗎 所以它就知道 只要射控雷達你被鎖定 上面有警示系統都會大叫 這個都會有警示的 同樣的它如果要回 它就同樣用它的這個雷達去鎖它也可以 它上頭也有這個漁場 那互相鎖 那很可能插槍走我 但是日本沒有做這個事 所以就各執一詞 那等於說 可是日本的飛機飛多高 這個應該有個紀錄吧 對那南韓它是強調說 你在附近征詢 事實上在國際海域上 這種情況不是不會碰到 所以雙方就因為這樣子 吵得不可開交 已經將近一個月了 弄到說這個本來 為了日韓有一個聯合的海上軍演 春雲昊要去參加 現在也不去了 那再早之前去年十月 也鬧過一次 就是南韓反對日本 他的軍艦去參加 他的海上觀列士 那不讓他升太陽旗 日本不爽 我也不去了 所以這個 從過去他們當然很多的歷史恩怨 只是說日韓雙方對美國來講 都是在亞太地方重要的盟友 但我們也希望說兩個和好 不要為了這種小事情 什麼射空雷達 你有沒有鎖我有沒有鎖你 對 經常發不動 對 他們這個因為傳統的歷史 要發一分到 韓國發作為不一定發不動 但是還是要他 可能要美國出來斡旋 否則的話 其實雙方大概看起來 這個冷戰的關係 可能還會持續 那等一下回來 我們這個還要再關心其他的議題 那包括美麗島電子報說 小英的聲勢往上走 柯文哲掉得非常兇 那另外是柯文哲的這個網路聲量 現在也遠遠在落後 那為什麼會這樣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好